哈喽大家好 谢谢你们点开这部YouTube影片 我是文希 我是一名陶瓷艺术家 这是我的陶瓷艺术作品福气 今天影片的内容是要来回答网友的问题 网友询问我关于最近Gilford和英国房价 大家应该可以知道 最近英国的通货膨胀是3.2% 这是根据9月16号的报纸 通货膨胀3.2% 另外一件事就是目前英国的平均房地产的价格 8月份是262.954英镑 平均的房价上涨了23600英镑 另外一件事就是英国房屋贷款 房贷的话在9月20号的报纸 谈到这个房贷可能直到退休65岁 都还没有办法缴清房贷 目前英国房地产有蛮多的uncertainty 就让想买房子的人失去信心 那因为我不知道网友想买房子 是自己住还是投资用 因为这个部分牵扯到私人的隐私 所以我也没有问网友是否这个房子是要自住还是投资 那不管自住和投资 我觉得最近英国的房地产 still uncertainty 那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影响了买房子的人的信心 不确定性包含了房价会一直上涨还是会下降 如果有看其他YouTube影片的人应该也知道 有些人都在预测说 房地产可能会crash 可能会崩盘吧 我本身也不是经济学家 我只是一个陶瓷艺术家 那因为网友问我问题 所以我在网路上找了一些资料 一冬天的时候 英国会不会lockdown 就是会不会再继续封城 因为首相已经说希望大家可以在家工作 所以也为房地产产生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还是网友询问到 英国房地产是不是有淡季 跟所谓的比较火热的季节 没错 英国房地产的确存在着 好像有分淡季和旺季之别 那因为现在已经是9月 快接近9月底了 那通常买房子这时候的买气就会比较低 并不代表这时候就买不到房子 只是说我想要在圣诞节之前住到新房 其实有点困难 因为只剩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那大家应该知道在英国买房地产 需要牵扯到很多人事的问题 法律啊律师啊 土地register 就是土地产权的转移 有很多细节 那很难找到律师或是卖家 可以在三个月内把手续都办好 是一个有点不可能的任务 之前我拍了几部影片 关于英国房地产如何买房 和看房子的过程 那我都把它放在我youtube的playlist 有一个项目我设的关于英国的房地产 那有兴趣的人就可以点开来看 加上呢最近英国的瓦斯原物料 比如说timber就是木材啊都涨价 运输的系统 因为脱欧的关系 还有能力不足的关系 也比较缓慢 所以英国的经济 对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并没有完全的 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 那大家应该都是苦撑着 加上水电瓦斯的费用持续的增长 唯一不涨的就是薪水不涨 生活上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那像我前天去买了一个电灯泡 现在一个电灯泡是7.5磅 那大约台币300块钱 所以就可以知道 光是电灯泡涨价的范围也是蛮高的 我刚才在影片前面提到说 8月份的英国平均房价 大约是262K左右 我就帮网友在Gilford设定260K 在Rymo网站上找 我设定的条件是 Gilford Station一公里的地方 出来的结果有58项的结果 58项当中我挑了7项 来和大家分享 第一间是275K 一个bedroom的flat 和一套卫浴设备 是卫浴 离Gilford火车站0.5公里的地方 那第二套是255K 一个bedroom的flat 一个房间的公寓 那是接近London Road Station 选0.1公里 然后它的产权的部分是share or freehold 那它有一个蛮好的地方 就是这套公寓有一个outside space 就是有一个你自己的小花园的感觉 再来第三套是255K 那255K这一套一个房间的公寓 是在69号的Epson Road Gilford一年的管理费是1430 那是属于top fraud 关于公寓的管理费的话 如果是以投资的角度来讲 就是把公寓的管理费当成是要维修房子的一笔钱 但是我觉得如果以投资的角度来说 公寓的管理费不是租屋者付的 是房东付的 所以如果要买公寓的时候 要考虑说这个管理费的价格 是不是超出您的预算 然后在管理费付款之后 您是否出租这套公寓有赚钱 如果没有赚钱的话 那还赔钱的话 就不适合投资这套公寓 因为毕竟做投资的人 还是比较喜欢有cash flow现金流嘛 如果投资一套公寓没有现金流的话 那自己只会被卡死 不管投资公寓或房子都有风险 但是就是要看自己是否有能力 去承担这个风险 第四套是230k 那这一套one bedroom fly 也是share or freehold 包含一年的管理费是360k 那相对于上一套一年的管理费 是1430k 很大的落差 所以如果您想要买这一套公寓的话 不管是自己住或是投资的话 都要再请问律师去帮你查询 管理费包含的内容是哪些 公寓的话是离gilfer station有0.8公里 还有自己的停车位 那我觉得如果是买公寓的人 有附停车位真的蛮好的 那有些人做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自己有这一套公寓 假设你没有开车 可以把这个停车位出租出去 但是这个出租的过程当中 买的时候要问律师说 如果这个公寓是属于你自己的 你的车库不用可以出租 需要打一些法律条文 还是口头上的认可 就可以把这个公寓里的停车位出租出去 也许出租停车位也是一个收入的来源 那就是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 第五间是215k 一个bedroom的公寓在YokeLiver 之前上一部影片谈到gilfer 我也谈到了 我蛮喜欢YokeLiver的 因为他接近London Road Station 虽然离gilfer的Central Station 比较远 但是如果你不介意走路的话 其实住在YokeLiver也蛮不错的 也蛮接近Vitros 超级市场走路10分钟就可以到 第六间是200k的 这一间公寓我蛮喜欢这个区域的 但是呢他有一个文化上的差异就是 您打开窗户看到的景色是目的 那您可以接受您打开的窗户看到的景色是目的吗 那这就是文化差异的问题 那有些人可以接受有些人无法接受 那就自己去看这套房的时候要思考自己是否可以接受打开窗户就看到目的 有些公寓呢是有共同花园的 上一套房子我刚还忘了说 他是有共同花园 那我以前呢觉得有共同花园蛮好的 就是代表大家可以一起共享花园 但是我后来发现如果有共用花园的时候 那花园上面假设有这张草的话 那谁要定期来除草 还是你们这个公寓的住户每个月拨一笔钱请人来除草 那这个责任的问题就是需要思考的 那最后一间是179.95k 地上的税金是说要缴75磅 那所以买公寓的时候呢就有两个费用是要考虑的 第一个就是因为买公寓的时候 地上的产权并不属于你的 大部分地上的产权不属于你的 所以每个每年需要付地上产权的费用 第二笔费用就是这个公寓会有管理费 所以在买公寓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否可以负担 公寓的管理费和地上产权的费用 最后总结来说一下就是 英国2021年的房地产到未来2022年的房地产 还是存在的蛮多的不确定性 英国房地产不管经济如何通货膨胀 房地产的价格只会越来越高 好像没有办法往下降的感觉 那加上有很多不确定性 例如说英国冬天的时候是不是又要再封城 第二个是英国的原物料 英国退欧之后对于经济的影响 也是影响房地产的主要因素之一 再过三个月2012年就要结束了就要跨到2022年 在这一段过程之间如果有人想要买房子或是投资房子 可能心里会有感觉到不舒服 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自己自我的投资 不断的学习 如果有空的话就多在英国走动去看看不一样的区域 有一个好的心态 不管房地产的价格如何 如果想买房的人就积极的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地方 相信自己可以找到适合自己住的位置 如果有家庭有小孩的人要考虑的方面更多人 要去思考孩子未来就读的学校 再来就是不管您做任何的决定 都要有勇气的去承担这个责任 不管做任何的买卖都是有风险的 那就是要思考自己是否可以有能力去承担和面对这个风险 那我觉得在英国移民来到英国有非常多的挑战 生活是自己的 不管别人再怎么看不起我们 瞧不起我们 或是怎么批评我们的生活 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需要去面对我们自己的生活 能在英国买一个房子是很多人的梦想 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 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累积经验 也需要自己自我的教育和投资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每个礼拜花8到10个小时了解英国的房地产 在线上看一些资料 或是亲自的去看房 或和当地的仲介聊聊天 也许这样可以帮助你找到心中理想的房子 那祝福网友在未来的日子当中 买到自己心中理想的房子 然后和家人都顺利的移民来到英国 See you next time Stay well Stay safe Bye Bye